在VBA這個資料夾 有這麼多 總共有13個班級 我希望 可以把它 合併在一起 變成一個檔案 但特別注意 請各位等一下 千萬不要存檔的時候 把它存到裡面 為什麼?因為你存到裡面 我們剛剛不是用DIR對不對 那DIR 你存到裡面 自己又DIR自己 然後自己又 所以會變成這樣 會亂掉了 所以如果你要合併的資料夾 你千萬注意喔 千萬不要把你合併的檔案 放在裡面 因為之前同學一直發生問題 我想說什麼問題 原來他放在裡面 所以會變成這樣 一直找自己 然後找到又合併在一起 找到又合併在一起 那就沒完沒了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 等一下合併的 不要放在同一個資料夾裡面 因為會有個DIR DIR是什麼意思呢 幫我找這裡面 是Excel的檔案 就幫我怎麼 合併 合併 但是如果你自己的 也放在這邊的話 它會又合併 又合併 OK 那就完蛋了 所以記得等一下 先把它放旁邊 也許是資料夾的旁邊 那我這邊給他一個檔案 名稱也許叫O好了 L OK 然後呢 它就全部合併了 那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但是各位要點心理準備 因為這個真的是蠻難的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也想很久了 想很久之後 終於把它做出來 幾乎沒有什麼錯誤 不過確定一點 是這個是我寫的 是我用我的邏輯寫出來的 那我等一下是會 把我的邏輯告訴你們 至於你將來要修改 那沒關係 你可以用你的邏輯寫出來 沒關係 如果不行 沒關係 你就暫時知道怎麼用 然後改一些地方 變成你可以用的東西 那裡面的話呢 在我們雲端上面 有一個叫合併 活頁簿 底線 Fire Dialog 顧名思義 就是說我是用這種方式來做 那我做的動作基本上 就做什麼 我是把它寫在我們這個檔案裡面 OK 這個檔案 然後來看一下 我直接執行好了 或者是按F8好了 主行來寫 來給各位 第一個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的那個檔案 你的資料夾放哪裡 那我的資料夾是放桌面上的VBA這個資料夾 那裡面呢 只要是Excel檔 幫我合併起來 雖然確定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抓到這個VBA裡面的路徑 對不對 抓到囉 裡面就是放桌面上 但是後面沒有後斜線 那接下來的話呢 用DIR 這個剛剛有講過 也就是在回圈的上面一行 一定是第一次的DIR 第一次的DIR做什麼呢 請你幫我找一下 我這個目錄裡面有沒有Excel檔案 如果有請你先幫我抓第一個檔案出來 所以呢他會抓什麼呢 我不知道 可能會先抓到第一個 也許是釘班 有沒有 他的副檔名是 點XLSX釘班 那 都畫了他判斷一下 裡面是不是空的 不是空的 好那你就是可以跑 那我做的方式是 第一個 先把它開起來吧 那開起來的話 我先判斷一下 好這個時候的話 各位可以發現 我的釘班被開起來了 在這裡 釘班 OK 這個是釘班 那我釘班開起來之後 要做什麼呢 因為呢 第一次開啟的時候 所以我這邊有個判斷 如果I不等於1 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開啟 因為你還沒存檔嘛 所以你第一次開啟 好第一次開啟 我什麼叫第一 就是 你開第一個檔案 你現在的那個 你的 合併之後的那個檔案 現在是不存在的 合併之後的檔案 OK 所以第一個 我先把它copy一下 把這個釘班的工作 這個 工作 這個 這個檔 的 這個 把它copy copy 跳出一個什麼 活業部 也就是說呢 把剛剛這個釘班 有沒有 在copy 它會產生另外一個 這個活業部 叫 活業部67 那我要做什麼呢 記得喔 把它存檔 存檔的話 特別注意喔 存檔的名稱喔 我之前的練習 是寫成固定的名稱 但是我現在把它寫成活的 什麼意思 把它寫成活的 就是 一樣喔 我用File Dialog 但是特別注意喔 我這個File Dialog 不是 File Dialog 不是用Folder Picker 而是Safe 什麼意思喔 這個時候 這個File Dialog 有另外一個妙用 就是說呢 你可以另存心檔 它會跳出什麼 你要把檔案放哪裡啊 不然的話以前我們那個檔案名稱是要寫固定的 那我這個時候 就直接怎麼樣 記得不要放在一起就對了 VBA 記得不要點進去 然後打一個 這個AL 這是錯誤的喔 記得放哪裡 放它旁邊 放桌面的旁邊 我名稱叫AL OK 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它會讀到一個檔名 叫O 放哪裡 放在桌面上的一個O的檔案 那怎麼樣呢 把它存檔 也就是說呢 我把剛剛的這個 這個 活葉部67這個檔案 有沒有 把它存檔 OK 有沒有發現 把這個檔存完之後的話 有沒有 它就叫ALL了 那接下來 把釘班關掉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把那個釘班給關掉 好 這個時候特別注意喔 I等於1啊 為什麼I等於1 因為呢 再來喔 你後面的檔案啊 你不可能開了 那你又產生一個新的檔案 那不就會有第二個第三個 所以呢 我把它變成等於1之後 再來喔 它就不會跑這個邏輯了 因為現在5嘛 等於1 當它不等於1的時候 也是第一次 當它等於1的話 它怎麼樣 跑ELS 也是什麼 ELS是把檔案加到後面去 OK 加到那個工作表 OK 那把那個釘班給關掉 Close 所以關掉的方法就是 Worksbook 這個物件喔 把這個釘班的這個名稱呢 檔案關掉 好 釘班關掉了 所以第一個有沒有 釘班就不見了 再換下一個 下一個檔 第二 釘班 有沒有 好 抓到釘班 對不對 然後把釘班打開 打開囉 這個時候呢 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要的名稱是 要一附 I因為已經等於1了 所以它不會再跑存檔的 它跑什麼 ELS 然後呢 幫我把什麼呢 那個檔案打開 並且call到下面去 因為已經打開了 幫我call到 我的什麼呢 這個O的後面 不過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 因為我要去抓到 這個檔案 特別是各位有沒有發現喔 因為呢 我要的名稱是 後面這一串 O.xlsx 可是 ssafe 它給我的 卻是路徑 加上檔名 那怎麼辦 我需要的是 O.xlsx 所以喔 底下的這些 p l mid 實際上就是做什麼 如何去抓到 這個東西 我做的方式是什麼 我用那個 instry 去尋找什麼 尋找 特別重要 我是加一個reverse reverse 是倒過來找 請你幫我找什麼呢 倒過來找這個斜線的位置 第一個 ok 然後位置再加1 再來的話呢 我的總長度 減掉我找到那個位置 這邊特別重要 總長度29 那我找到之後的那個位置 我那個p有沒有 本來找到的位置 是這個21 就是斜線 那因為我不是從斜線開始 我是斜線後面那個開始 所以我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把總共我要的總長度 剪掉我後面21的位置 剩下就是它的長度 那我就知道說 從用mid去抓這個 剛剛的這個 然後抓什麼 這個p的話是start 從哪一個 從第二 22個字開始 所以特別注意 p就是指的是從這邊 22 剛好是斜線後面 有沒有 加1嘛 然後呢 l是指的是總共幾個字 就它 所以抓過來之後就剛剛好 剛剛好是這個檔名 你想說老師 幹嘛那麼麻煩 沒辦法 因為喔 我不可 你不能給完整入境 你只能給它的檔名 它才吃喔 啊我試過喔 如果你給完整的入境 它會怎樣 不吃 不接受 它一定要是什麼 請你給我一個檔名 跟副檔名 所以怎麼樣 前面的部分就是鋪陳這些 那我們就把那個檔案 copy特別去喔 我第一次是直接是copy 後面沒有產生 沒有after 也沒有before 可是我第二次的話是after 意思就是什麼 我把它放在 喔的後面 所以喔現在釘斑對不對 如果你把它copy到 喔的後面的話 那它就會一直接 接到後面 所以特別是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的copy過來的話 喔後面就有個釘斑的 OK 怎麼第二個 所以剛剛我 我應該開的話 應該是 餅斑才對啊 下一個 還是我應該切來切去的關係 理論上的話 再把這個 這個是應該是餅斑關掉 所以我copy 我剛剛應該是切喔 因為剛剛這邊有一句是什麼 那個active那個喔 我call的時候是 sheets第一個.copy 所以應該有active OK沒關係 假設啦 我把它全部跑完喔 它就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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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把它合併在一起了 那這個其他細節 我等一下再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是全部都把它合併 合併完之後的話 它也會把那個 歐給關起來 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基本上喔 正確應該是 全部併在一起才對啦 哎呀 其他都OK 就只有這個 可能是因為我切來切去的關係啦 好 這裡的話呢 我想喔 各位先看看 等一下細節部分 我們再來討論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OK喔 最後再弄一次就OK啦 那可能是剛剛那個 切換的過程當中喔 因為它我的程式裡面呢 有應該有用到就是說 那個active workbook active workbook 那active workbook 那active workbook指的就是 目前被這個活動的那個 等於是最前面的這一個啦 那理論上這樣跑完應該是OK的 它就一直往後增加 一直往後增加 那主要是增加到那個 目前喔 我那個o的後面 就一直往後加 一直往後加 加到什麼時候呢 加到最後已經沒有檔案 它就跳離了 邏輯性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如果將來你要把所有的檔案 全部跑過一遍 的道理都一樣 頭一定會有一個DIR DIR哪一個pass 就是哪一個路徑 的什麼副檔名 它會一個把所有的副檔名的那些檔案 都幫你 全部一個一個抓出來 再來我們用do why 這個地方 基本上喔 比較不適合用4nets 因為4nets 因為我不確定說 這個資料夾裡面到底有幾個檔案 其實如果我知道有幾個檔案的話 那很簡單 我就for i 等於1到 假設13個 那我就13 可是基本上喔 除非說我先去知道有幾個啦 不過好像沒有辦法這樣做啊 所以基本上用do why 會比較簡單 那它做什麼呢 我這邊有if i 等於1啦 這個指的就是說 當它第一次被執行的時候 它還沒存檔 那我就怎麼樣 執行那個等於1的那個這個部分 那做什麼 就是存檔 等到已經存檔之後 後面的就是一直把它加到後面去 加到後面去 大概的程式大概就是這樣子 加完之後呢 如果你常常要做一些其他的調整 那就是再去調整就可以喔 那最後最後最後那個畫面再借給我一下喔 看一下 Ending一下喔 ok好 最後呢喔 最後呢喔 我再跑一次給各位看喔 我剛剛再跑個幾次應該是沒問題喔 這邊的話執行 那第一次他會問你你的目錄在哪裡 按除確定 那跑第一次他會問你說 那你這個合併之後的檔案放哪裡 那記得不要放裡面 放他旁邊 喔喔好了按儲存 這個時候呢 你就看到一直閃一直閃 他在做什麼 就把那個開啟的檔案呢 一個一個的加到後面去 做完之後他自動會關閉 你就把這個喔打開來 然後放大來看 基本上就釘班成班 基本上沒有剛剛的問題啦 應該那可能是因為我中斷模式 有切來切去喔 有一點點miss掉 ok好那基本上喔 這一題這個部分 合併的方式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這一部分的程式喔 你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那這邊有幾個技巧啦 包含就是如何去開 就是讓使用者選取目錄 讓使用者去存檔目錄 不是目錄 存那個第一次那個檔案 那其他的話大概就這樣啦 把畫面呢 那最後特別是這邊有個save change 最後那個檔案名稱關掉的時候 他一定要save change 這邊一定要等於true 如果沒有這個save change等於true的話 他就會沒存到檔 最早我印象中我忘記打這個 奇怪 存檔 奇怪裡面怎麼都沒有 就是好像就只有第一個 後面就沒有 所以記得這邊save change等於true 這樣就ok了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喔 ok那因為喔 我們所交的東西啦 給各位的東西 其實實在是 不是算太少 但是這個東西我講過 你一定要花時間 而不是說把它背起來 你一定要多做個幾遍 反正你能夠work 然後並且每一行每一行 它都有一定的一定的意思 那如果說你暫時 沒有辦法完全理解沒關係 至少你要能夠懂得怎麼樣 把這個程式碼拿來 用在什麼地方呢 用在你將來也許 哪一天你需要這個功能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run一下 如果說呢 run完之後 會產生你的需要的結果的話 那我想至少呢 會減少你很多的麻煩 這裡面的話可以做出很多事情來 那除了這些範例之外 我在雲端白板上面 另外還有一個是 有關那個檔案方面的 那不過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這個題應該是沒辦法講到的 就是如何把那個大量的圖檔 直接插入到Excel的檔案裡面 這個部分的話也是在那個 其他補充範例進階裡面 倒數第二個 自動批示匯入圖片與超連結 圖片的話因為之前有同學是 每天他會產生大量的圖檔 必須要插入到Excel裡面 以前插入圖片從檔案 那你可以用DIR 有沒有 把裡面的點JPG Do file哪一些檔 有沒有 直接用Shop物件 直接就可以插入到那個 我們的Excel一個檔一個位置 往下一個位置一個位置 就解決他的問題 但是他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如果將來他需要 點擊他跳出大的檔案的話 那我後面還有超連結 有一個hyperlink 好像是hyperlink的物件 hyperlink的物件可以點擊之後 跳出一個大的圖給他 那當然hyperlink這個物件 還不只是可以連結圖 甚至可以用來做什麼 你現在比如說假班一直到嗨班 有13個班級 你旁邊也有13個班級的Excel檔 同樣的也可以用超連結 按假班就跳出假班的超連結 按以班就以班的超連結 一樣可以這樣做 就是說以後呢 你要連結其他的檔案的話 也可以用hyperlink的物件 它可以自動怎麼樣 在那個名稱上面有點下去 可以去連結其他的工作部 OK 因為實際的關係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到那個 我的雲端白板裡面的那個什麼 進階啦 一樣是進階 在那個 進階等於是在IE物件的上方 會有另外一個叫自動批次 匯入圖片與超連結 這個我覺得也蠻有幫助的 其他因為 這個學 這一期課程 時間其實還蠻短的 那我們今天 應該最後一次上課 那再來後面如果說各位 有什麼問題的話 當然也歡迎各位 可以去實作 有問題的話可以反應回來 也許這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再 再討論一下啦 其實這太多東西 這些問題的答案實際上 都是 因為大家的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後面其實有沒有 我補充很多啦 這都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那都是同學 因為 用了我 我這些 範本 發現好像需求有另外一個 提出來的 那他把那個問題整理一下 OK 所以 之後如果有問題的話 也歡迎各位提出來 OK 那今天的話我們先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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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